德特里克堡居然与侵华日金731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罪恶滔天的731部队负责人石井四郎还曾是德宝的生物武器顾问 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侵华日军第731部队部队长石井四郎下达命令 炸毁实验设施杀害未来的及用于实验的实验者 试图掩盖其用活体实验和发动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但当时美军已获悉731部队的存在 并在1945年9月至1948年11月间 从德特里克堡基地先后派出多任调查官 对731部队展开秘密调查 其目的是获得731部队进行人体实验 细菌实验细菌战毒气实验等方面的数据并加以利用 为达到这一目的 日美双方甚至达成了以豁免731部队成员战争责任为条件的 日美秘密交易 严重影响了东京审判的公正性 这些美军往来电文还原了日美交易讨价还价的部分细节 美军绕开了东京审判 直接秘密接触731部队核心成员 部队长石井四郎 部队长北野正次 40余人 美国就从本土的德特里克基地连续派出了前后一共4人调查官来到东京调查日本巡运战 美军掩盖了731部队的生物战研究以及人体实验的罪行 得到了731部队长达13年的研究的报告情报和数据资料 这些全部用英文书写的人体实验报告书长达1500余 详细记录了一个健康人在被碳疾菌、鼻疾菌、鼠疫菌感染后 从发病到死亡的全过程 这些报告书就是所谓的731顾问们提供给美军的 原本这样的证据应该被公诸于众 用于控诉军国主义的暴行 但是美国军方却将这样的报告书密尔不宣 并继续进行细菌研究 在A报告的封面上明确印有 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基地生物实验室化学部队研究与开发部的字样 这样的报告书还被其他用于从事细菌战和生物战研究的研究机构兼约使用 专家表示对731部队相关数据报告的研究 从已知证据看至少持续到1969年 据答案显示呢 从1943年到1969年 美军在德特里克基地和尤塔州达格维实验场进行了生物武器的研究和实验 来自德特里克基地的军事医学专家们 先后发表了1600余篇关于生物武器研究的报告和医学论 近十年来 731部队问提中方专家研究学者多次赴美取证 固定日美交易的证据链条 揭露日美交易的仇恶嘴脸 并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设置了专门展区 共全世界人们参观 通过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日美不光彩的交易行径 同时也揭露了美国惯有的双重标准和险恶用心